那伊朗无人机的技术是什么来的 我坦白说 不要小看波斯人 伊朗还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 我坦白说 这个 伊朗你如果说它的核武 技术可能来自北朝鲜 或者是俄罗斯 这个我还相信 可是无人机 我认为真的是让自己做出来 那当然跟 中国美国不能比 而且无人机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我刚刚露了讲 数量 比有多少价 还有 有没有非常小的 像风群战术这样的无人机 那这个伊朗没有啦 中国有 美国应该也有 这个是正义呼唤我 他问说 伊朗的无人机跟中国的无人机 不知各如何 这个是差的天跟地 我跟你讲 伊朗无人机是在中东 我们也介绍过嘛 就是那个Shahed 他那个 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在 大概是1000公里范围内的作战 那基本上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来丢炸弹 那造成了这个美国跟英国不胜其烦啊 因为他提供无人机给也门胡赛武装嘛 这个无人机这个学问可大啦 我跟各位讲一下哈 无人机他有中程也有短程也有长程啊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等级的国家当然是全方位都有 我们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是航程 看他能够飞多远 那航程人家就会看你的续航力 比如说美国的死神无人机 那续航力可以长达48个小时啊 所以他可以在台海上方 就一直在上面 一直飞来飞去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航程啊 第二个就是他的 侦查范围 就是你可以侦查多大的面积 那侦查的准度到什么程度 那第三个就是打击能力嘛 就你能够是丢炸弹 定点炸弹 还是你可以射导弹 这都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中国大陆 这个卖的最多的无人机 就是卖到中东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卖到中东 各国的无人机 尤其还有包括埃及啦 一些国家 巴基斯坦等等啊 那中国大陆后来 又有一型的无人机 这个比较神秘啊 现在消息也很少 叫做利舰啊 那这个无人机是逆中的 是逆中的啊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 你看他的航程 然后侦查的精准度 然后你的攻击系统 是用定点丢炸弹 还是丢导弹 那还有逆中 那逆中就不得了了 中国大陆已经有逆中的无人机要立舰 那坦白说啊 我没有见过 那他如果用逆中的无人机飞到台湾上空 台湾也不一定撤得到 因为他一定会比战斗机更小 那当然比轰炸机更小 所以伊朗跟中国的无人机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啦 那可是呢 他已经构成了我们所谓的 相对中小国家的利器啦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就已经坦诚了一定的涂穿的效果啦 大概是这样 黑色的白抹布 两个问题 第1无人机技术哪加强啊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各有密招啦 没有对外公布 美国比如说啦 我们说死成无人机 他买给台湾喔 那照理讲 这个飞机应该是真打一体的 他可以侦察也可以打击 可是他有没有给台湾那么好的攻击武器 我是怀疑啦 因为他到底可以发射几枚导弹 他可能会考虑到 不能给你太好啊 不然你万一用无人机打到大陆对面 那美国就麻烦啦 所以他可能会把你的某些功能拿掉 有人就说 他搞不好卖给台湾的是一个纯侦察的无人机 然后把你的攻击系统拆掉 那伊朗无人机的技术是什么来的 我坦白说 伊朗 我常常说 不要小看波斯人 伊朗还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 我坦白说啦 这个 伊朗你如果说他的核武啊 技术可能来自 北朝鲜 或者是俄罗斯 这个我还相信 可是无人机 我认为真的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那逐渐的也 迭代 做了好几代啦 那当然跟 中国美国不能比啦 而且无人机还有另外一个指标我刚漏了讲 数量 你有多少价 还有 有没有非常小的像风群战术这样的无人机 那这个伊朗没有啦 中国有 美国应该也有 那风群战术无人机就是一下来就是上千架 所以 所以坦白讲无人机越来越受各国的重视啊 这个蔡英文在去年才到台湾的嘉义 来设了无人机的基地我认为已经慢很多了啦 就是 两岸的无人机的发展的差距真的是落后太大了 落后太大了 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啊 因为 无人机作战是一个 最符合不对称作战的战术 结果台湾叫了好几年的不对称作战 无人机却落后那么远啊 这个这个显然是有问题啦 大概是这样 好 陈希仲 如果中美发生冲突呢 在中国家门口的三艘航母全被集成 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发展 在中国家门口的三艘航母你指的是美国的航母 还是中国的航母 我跟你讲啊 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美国的航母被集成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岛链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近海防御嘛 那近海防御 因为距离近 所以中国所有岸基地基的导弹都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 如果用饱和攻击美国的航母根本躲不掉啦 所以 我认为美国不会呆到 把三个航母都开到第一岛链内啦 他不可能那么笨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事实上是在把 他的重要的战略部署 是在往后撤啊 比如说他最近在那个 关岛的北部天灵岛他要重新再设基地啊 因为他要把冲绳的部分的美国比较好的飞机 撤到天灵岛啊 撤到关岛啊 那战略轰炸机搞不好还撤到澳大利亚了 所以 你所想象的这个场面我认为不会发生啦 我说实在啊 比如说你去看佩洛西来台湾嘛 那佩洛西来台湾是8月2号 他8月3号就走了嘛 那大陆对台湾的围台军演 8月4号就开始了 那请问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跑去哪里了 跑到日本去了啊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里根号航母港进来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你说 而且中国大陆很 跟美国都相当警惕啦 就说 他不要立刻发展为 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决战 所以你看美国以前倒的都是代理人战争啊 他也没有跟苏联直接硬碰硬啊 所以如果是 我们随便讲好了啦 如果是台海战争 那美国就是支持台湾去跟大陆打 就是这样啊 那美国会尽量避免他直接跟大陆打 这个事实上在过去 823炮战就已经证明了 美舰跟蒋舰是分得很清楚的 蒋舰就是蒋介石的军舰啊 那大陆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所以我认为 中美恐怕不会直接打啦 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了啦 因为彼此 因为我们讲战争啊就是 有一些战争是没有办法结束的 你知道吗 像美国跟苏联 美国跟中国这种战争就叫做打不完的战争啊 那不断的上纲啊 那上纲到最后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中国的洲际飞弹 核弹也可以打到美国啊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发生 所以我认为不至于 那如果真的在家门口那肯定是美国航母被打啦 好的 智者星空C7 美国会不会老羞成目跟中国开战 我认为不会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事实上还是很有警觉的啦 他都是推代理人啊 所以现在第一岛链有两个倒霉鬼 正在被他推到前线啊 一个叫台湾一个叫日本 这个非常清楚 美国绝对不会自己打啦 那日本有没有那么笨 我觉得日本没有台湾笨 问题在这儿 日本事实上 自民党的人还是很有警觉的啦 他们不会笨到真的跟中国大陆交战啦 他没有那么笨啦 日本 日本连轰炸机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是战败国嘛 日本也没有合武啊 那你现在跟中国打 中国大陆还记得八年抗战耶 那不是趁机会来报仇吗 所以日本怎么可能跟中国打 我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 唯一有可能 不小心跟中国大陆打起来就是台湾 应该说是民进党啦 说实在啦 那所以为什么大家 会对赖清德感到警戒嘛 这个原因在此啊 我也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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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